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上节课给大家讲解了如何使用AutoLayoutLayCoo SnapKit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连着两节课教大家如何实现网易新闻首页的table wheel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网易新闻首页的那个主体内容 它包含很多不同的cell 然后每一个cell都有不同的页面布局 从现在开始,我就教大家如何去实现这个table wheel 我们这节课没有理论部分 我们直接进入代码部分 我们还是打开我们之前的工程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wheelcontroller是最早的时候给大家讲解Animal Fire使用时候的那个wheelcontroller 然后呢,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UITablewheel这节课程也将以这个代码为基础 然后我们还是首先把字体放大 首先我们先新建一个属性 然后用来存储我们的table wheel OK 这样我们就有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按照最开始我们讲解的table wheel的架构 然后去来实现这个部分我们首先要进行 然后第一部分是我们的will setup部分 然后呢,首先我们有一个方法 我们这个方法没有返回值,很简单 名字叫做A的subwheel 然后在这个方法中我们把我们当前的table wheel添加到self.will上面 OK 然后呢,接下来的一步 我们要设置我们table wheel的layout 我们叫做setup layout 然后我们的设置我们table wheel的frame 它的大小和我们当前的will的大小是一样 然后x和y设置为00 OK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它的高度是当前wheel的高度 OK OK 这样我们就基本设置好了我们这个table wheel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叫setup subwheels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设置我们table wheel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delegate 然后还有它的datasource 然后还有它的datasource 然后我们让我们当前的controller去实现uytable wheel的datasource 协议以及uytable wheel的delegate协议 OK 这样我们的table wheel的datasource和delegate就设置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实现我们datasource的两个必须要实现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是有错误提示的 我们去看一下 首先这两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必须要实现的方法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讲的 然后我们给它打上标签 然后现在在下面实现我们的另外两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会返回uytable wheel每个section的数量 我们先随便返回一个吧 我们返回10行 然后呢,另外一个方法 需要是返回 我们这个uytable wheel每一行的 要显示的这个cell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会用到uytable wheel的复用机制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这样写 因为我们还要去实现几个cell 等我们实现完这个cell以后 我们再来补充这个地方的代码 现在我们直接就先返回uytable wheel cell 但大家记着这个地方我们到时候是要补全的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添加table wheel的最后一步 就是在wheelDidLoad的方法里面 执行我们刚才所写的所有的方法 首先先addsubwheel 然后setupsubwheel 然后最后再setuplayout OK,好了 这样我们的table wheel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页面上了 接下来我们运行模拟器 command加r OK,大家看到了现在这个table wheel已经在我们的页面上面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uytable wheel的cell复用机制的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直接是返回了一个uytable wheelcell的实力 这样的话对内存是有很大影响的 当我每加载一行的时候 它就会新建一个cell 事实上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这样使用 呃,我们就直接用我们那天写好的 memkitcell 我们用这个cell来讲解如何来使用我们的复用机制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cell 然后呢这个cell怎么获取呢 我们使用table wheel的复用机制 然后table wheel有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方法 然后这块有一个identifier 这个fire是一个stream类型的 它需要给它一个字符串 然后这个字符串是我们当前要使用这个cell的唯一的标识 然后呢这个字符串我们就使用和我们的 呃,使用和我们的table wheelcell名字一样的cell就可以了 我们就用我们使用这个名字作为它的识别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获取到一个复用的cell 这个cell是被放在我们table wheel的一个复用池中的 然后呢每次当我们滚动屏幕的时候 滚出屏幕的cell会被回收到这个池中 然后呢滚滚进这个table wheel的cell呢 会从这个池中再取出一个已经创建好的那个cell 来进行使用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返回cell就可以了 这就是uitable wheel的复用机制 非常的简单 在使用复用机制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干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向我们的 像我们的table wheel中注册一个cell 然后呢我们使用这样的 叫以register开头的registerclass 然后呢这个class我们就用刚才我们的snip snap table wheel cell 然后点self 然后呢下面一个 大家看到下面一个参数和我们的cell的那个identifier是一样的 它也需要返回一个 string类型的参数 而且要与我们下面的这个参数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通过复用的这个机制来取得我们的cell ok这样我们的cell的复用机制就ok了 ok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看不出来效果对吧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xcode的黑科技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cell的层级结构了 然后呢我们选中其中的一个cell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鼠标指的这个地方 它现在这个cell已经是snap table wheel cell 就说明我们刚才的那些代码都已经正式起作用了 但由于我们没有给这个snap table wheel复制 所以呢当前大家看到的就是空白的 但事实上它的cell已经被换掉了 我们接下来呢给我们当前的cell进行一下复制 首先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这个cell的具体类型 我们的编译器认为它是uitable wheel cell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snap table wheel cell里面的值进行复制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让编译器知道 我们是要来给当前我们拿到的这个呢 是snap table wheel cell 这样编译器才能知道我们拿到的cell是什么类型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cell复制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的text附一个 我们比如说附一个hello 然后呢刚才我们应该大家还记得上节课中我们讲到的 它应该还有一个detail label 然后呢我们也给它附一个值 然后就ok这样我们的值就附好了 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模拟器跑的时候我们cell的高度是很低的 但事实上我们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的cell是有一定高度的 比我们默认的table wheel的高度要高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的设置一下我们每一个cell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设置成100 ok这样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到了吧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效果了 我们给title负了值给detail也负了值 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给图片复制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两个label 离左侧的距离应该是有30 因为图片是有一个15的距离 然后我们我们的label离图片也有一个15的距离 所以这个距离是30 接下来我们去给我们的我们的image wheel设置一个默认的大小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image wheel的默认的宽度 然后我们刚才table wheel的高度是100 然后100上下各减50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70的宽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方的图片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 对 上节课我们说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title label的left 这时候与image wheel的left是相等的 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是和它的右侧有一个15的距离 这样才对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这个也是 这时候我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ok 大家看到效果了 然后我们一个方的图片 它距离上下 右都有15的距离 然后呢 我们的label 图片也有15的距离 这就是我们auto layout的强大之处 即使不管我们的屏幕有多宽 我们只要设置好这些约束 都是ok的 然后呢即使我们把这个我们去把这个字改长一些 再给大家干一下效果 我们长一些让它显示不下 ok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字符串并没有超出我们的屏幕 因为我们设置了这个label 距屏幕的右侧也有一个15的距离 这就是auto layout的强大之处 ok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解如何实现一个有多种sell的table wheel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只实现了有一种sell的table wheel 下一节我们会对它进行一定的改造 然后呢让它去兼容多种的sell 然后呢还有一些细节的处理也会给大家讲解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是Winsky 拜拜